认识马来西亚的骄傲 让你的孩子成为未来的冠军 美露让你认识马来西亚 全国家跨栏女将莫小薇 现在的父母亲都比较注重 小朋友的学业而不是运动 那你觉得为什么父母亲 应该鼓励小朋友多运动呢 因为运动不只是给他们 带来更多imagination 他们会比较在轻松的情况下去 学习新的东西 不只说识读书 识读书你不会enjoy那个东西 有时你也是要有时间去 轻松学习其他东西 再回来课本 那比较容易吸收 不是每个人都属于运动型的人 有的人是属于书生型 有的是属于文艺气息比较重的 那想问下你 你的小朋友 其实有没有遗传到你的运动细胞呢 我的小朋友遗传到 我跟我丈夫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国家运动员 我们会觉得他特别的活跃 我不会说他将来有很好的成就 但是他就是偏向那个运动的方向 可能不一定在天津 可能在其他运动我也不知道 很活跃 他什么都 说说就只要比一般的小朋友很快 你有没有特别想要你的小朋友 专攻哪一个运动项目 没有 他喜欢学什么都好 我觉得小孩子 小孩子还没有到 十三十四岁的时候 就是他们什么都要玩 他们什么都要去expose 当你还是小朋友的时候 你如何面对每一天的训练呢 我的人比较好强 当我拿到第一次冠军的时候 我就不会让自己再跌倒 当然练习的时候我也是哭着练习 但是他们给我很多鼓励 他们会给我的鼓励是 如果你不继续练习 你就不能达到更好的成绩 他们会make me moving 变成我觉得如果我不继续努力 我就是停在这里 你觉得运动或者说体育 如何成就今天的你 运动其实教会了我很多人生经验 你可以说我比较tough的一个人 你会学到什么是discipline 你会学到什么是commitment 然后你没有这么有你放弃 下了一个target 你会一直就是往向走 无论中间有多少个栏杆 你一直就是跨跨跨 要到了目的底 在访问结束前 要请您给现今的父母一些建议 让他们能够支持小朋友 参与更多的运动项目 身为一个父母的 我也希望我的小朋友是速度好 但是为什么我们说 要鼓励他们多做运动 因为有时人生不只是读书 多做运动多认识朋友 多学习更多的东西 因为运动不只是游戏而已 他在运动当中 他可以学习到很多teamwork 什么是责任感 discipline 他们会更有成就感 然后责任感去完成一样task 所以我觉得你鼓励自己的孩子 去做运动 就是鼓励他学习更多的东西 让他有更多的范围 去包容书里面的东西 这由营养美味的美露为你呈现 美露激发冠军的潜能 给你超越前进的能量 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